Hello,大家好,我是馬友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很多人都在我的頻道 request過 一直都很想很想很想我拍的 就是講香水啦 我終於拍香水系列了,好開心呢? 但因為我對香水的觸覺實在太靈敏的關係 我決定將香水片的系列分開、斬開、吃不同的category 去拍給大家看 今天這個category就是究竟男人噴了什麼香水 是最sexy、最性感、最容易認識到女生的呢?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九點鐘我都會有新影片推出的 按了嗎? 好了,現在我們馬上開始啦 好了,今天我就精挑細算了六隻 我覺得男人噴了是非常之性感 如果他追求女生的話 一定那個分數是at least加三、四十分的 那我就將這六支香水分成不同的價錢 由最便宜到最貴的那支 好了,最入門的那支應該就是他啦 登登! 它就是Jean-Paul Gaultier的Lamel 即是法文來的 應該是這樣 這支香水大概是125ml 大概是五百多元左右 在1995年的時候已經推出的了 那這支香水的調香師叫做Francis Kurjun 我覺得這支香水適合 可能年紀上不是太大 他是比較陽光系的 有時候很多陽光系的男生 但都感覺上是不夠man的 很多時候只是你輕輕換了一隻香水 但別人對你的印象的感覺 已經完全不同 所以香水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是學生 很喜歡打籃球 很陽光很喜歡做運動 但你的樣子很青靈白正 想有一種很sexy很正的那種感覺的話 一定是他 這支香水有一種好像男人 Clean Sweat Mandaley的感覺是很光 很精神的感覺 而且如果你聞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你會很想咬下去那個人的皮膚 你明白嗎 真的很想吃掉他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男人其中一個必備的香水 好,第二個要說的香水就是 Dior Homme Sports 這支香水是2008年出的 那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就有重新一個新的Addition 這支香水的代言是Robert Penningson 除了Twilight這部電影 另外有印象很深刻之外 我覺得他下一個代表作就是拍這個廣告 因為他完全是呈現到這個味道的感覺出來 有什麼事情 你問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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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男孩的感覺 是很舒服 充滿一種力量 精神 他比起剛才說的這一支 他是沒有那麼男人 但是他比這一支更加有精力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的成份裏面 有一個Italian的citron 在裏面 所以如果你喜歡檸檬香 或者那種香味的話 他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他的表面還有少許的 pink的pepper在上面 我覺得這一支香水 都是很適合年紀輕一點的朋友 他的香水的slogan就是 Life is like a playground 給你那種力量 去衝啊 去闖啊 100ml大概是600多元左右 那這支是75ml 而且我挺喜歡他的設計 就是大家看一下這個瓶 其實他藏了那條管 在這個黑色管裡面 就變成這個香水的 其中一個設計的特點之一 即是如果你平時穿衣服 是喜歡輕便一點 或者會穿背心出街 或者會穿短褲出街 穿Jordan Air Force那些男孩的話 我覺得噴這個就極度之加分 好了第三支要說的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 這一支呢 他就是來自Chanel的Allure Ohm Sports Chanel其實有好幾支 男仔Signature的香水 比較上講為人知的可能是 blur 就是blue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男仔噴這支 是很sexy 在我心目中 是遠遠超過blur blur blur不是不香 但它真的 很特別 這一支香水呢 是2004年推出的 50ml大概是700多元 100ml大概是1100元左右 那這一支香水的調香師呢 就叫做 Jacuse Podge 而它呢有一個稱號的 就是Chanel House的鼻哥 因為Chanel有很多香水 都是它去發明的 我對這支香水的感覺 跟我在上網看到 官方寫的 它的感覺是完全兩樣 在Chanel的網站裡面 是light and translucent 但我覺得這支香水呢 是充滿 濃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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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濃的男人味 這支香水 跟之前的兩支香水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我覺得這支香水呢 是充滿一種 fashion的感覺 我覺得適合噴這支香水的朋友呢 可能他是一個 穿衣服 會喜歡穿 普通西裝 但是他可能 那個袖口扭 那個cuff links 或者是條胎 會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那種品味的男人 或者他生活裡面 可能會喜歡打golf的 就是這一類的男士 噴這支香水呢 是絕對加的 加分的 雖然他有那種 很man的感覺 但是他又有一種 很莫名的親切感 Next 第四支 立刻說到這一支 這一支不得了 任何男士 無論你是 年輕 老 不是很帥仔 去到超帥仔 不是很man 去到超man 但是你想讓人感覺很棒 一定是他 這個是Marjala出的Jazz Club 這支Jazz Club的靈感 是來自於美國 Brokelin裡面的其中一間Jazz Club 這支香水是2013年推出的 我覺得這支香水真的很sexy 但是前面提到的三支香水 那個味道都是非常容易入口的 很容易接受的 這一支的感覺是很坑的 但是它的坑的 是很香 很特別 很性感的 如果你是喜歡去泡 喜歡去clubbing 喜歡去跟朋友 hang out 喜歡house party 喜歡whatever 如果有人在我旁邊走過 噴這支香水 所有的人都會馬上 是會有這個感覺的 啊 還有為什麼它這麼man呢 因為它聞起來 有一種tobacco味的感覺 但是它是香的tobacco 不是那些煙味的tobacco Jazz Club就是 對 這隻味道是八咚的 相信我 大家去試一下 Sephora 或者連加法都應該有 不得不提這個 大家看看這個盒多漂亮 它是Celine 在2019年8月時候 推出的一支香水 它當時出了11隻味 而我選擇的就是這一隻 Parade Celine在1964年出香水之後 已經沒有再出香水 而且這11支香水 就是他們最新的designer Eddie Salamard是設計出來的 那他們的11支香水裡面 是有分day和night不同的系列的 而這支Parade就是屬於 daytime sunlight的感覺 好了回來了回來了 為什麼我覺得男生適合噴這支香水呢 這麼多支香水裡面 這一支是親和力最高的 經常笑 很喜歡跟別人做friend 沒有什麼距離感 很friendly的感覺 這一支就很適合你了 所以如果你想增強你的親和力 同時都可以認識到女生的話 這一支 沒錯就是她 可以幫到你 最後 OK everybody 各位男士或者女士 如果看到這裏 我以下下來要講的這一支香水 如果你沒有少少的跌倒能力 如果你是很保守的 你可以交叉這條片 因為以下下來的這支香水 是絕對不適合你的 但是 如果你 很想成為美肝燈下的你 可能這一支香水 就會幫到你 如果你一直都覺得自己的香水 或者自己的性格 很欠缺一種很strong的 personality的話 今天 我在這裏 要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訂閱了我的頻道嗎 你還沒訂閱的 我是不會告訴你 我等你 準備好了嗎 沒錯 這一支香水 就是 來自於我 其中一個最愛的香水brand Fedrick Moe 這一支香水呢 50ml 是要1400元 100ml 是要1900元 而且牌子很有趣 每一支味道都有不同的價錢 因為不同的香水有不同的材料 那它是2013年出的香水 來的 首先我試試讀它的名字 因為我不是很懂得讀 但是我猜應該讀 Musk Ravager 那它呢 翻譯成英文呢 就是 Devastated 用Musk 射香 製造出來的 Devastated 的感覺 就是殺傷力 如果你想找些很真情 純真 初戀的感覺 那種感覺 這支香水給不到你 但是 如果你想追求一種 很HOT 那種打得火熱的關係 還要是一撻就著 那種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香水 如果你追求的那個女生 她是有些品味的話 她是懂的 個人是很有attitude artistic vibe 那些女生的話 我覺得你噴這個香水 立即會令它們 對你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啊 還有我想說 這支香水呢 連G Dragon GD 它都是用這支香水的 即是如果你覺得 你整個人的package 已經夠突出了 已經很OK了 你搶一隻很突出的味 去襯托你的話 就是它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整個人的package 都還未去到那個level 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買一支 百合的供奉它 希望有一天 你整件事 整個人的感覺 可以carry到這支香水 我不是說我carry OK I'm just saying 但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支香水 超喜歡 而且我覺得這支香水 適合晚上噴多些 沒錯 這六支香水 就是我覺得 男生噴了 立即令到整個人 加分感覺 嘩 上升感覺 的香水 大家如果有時間過 不妨去店舖 去試聞 告訴你 你的感覺是怎樣 而且大家記住 嘗嘗噴香水 噴在手上 不要噴在指上 因為香水噴在手上 那個感覺的味道 跟噴枝是不一樣的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一個like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得要開啟鈴 因為我新影片推出的時候 就會彈一個notification出來 大家記得同一時間 都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IG 好 不會那麼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 但是首先 你要求我先 你快點在螢幕前面 求一下我先 來 現在 你喜歡的 你等一下 你一下